今天還是溫暖舒適為主 不過在北部雲量有稍微比較多 因封面東半部定時會有局部短暫雨 北部山區偶爾也會下雨 但是降雨都非常的零星短暫 也要提醒因為午後熱對流變得比較旺盛 所以午後在中部的山區 也會有些零星的降雨 外出可以帶散備用 氣溫方面從地面天氣圖可以看到 開始吹起比較溫暖的東南風 所以西半部白天高溫可以來到 29到32度 東半部也會有些零星的降雨 有27度左右 中午前後會感覺溫暖微熱 紫外線指數也偏高 如果長時間在戶外活動記得要做好防曬 要提醒您日夜溫差也大 早出晚歸記得要加減一物 最後要提供給您今天的空氣品質 預測 今天在高雄屏東擴散條件比較差 是橘色提醒 所以有要戶外活動記得要把口罩戴好 另外在清晨跟夜晚西半部跟金馬地區 容易起霧影響能見度 也要交通往返要特別留意路況 一起來關心今天各地的詳細溫度預測 基隆台北新北天氣都非常的穩定 最高溫可以來到29度 桃園新竹苗栗天氣也不錯 溫度是23度到28度 台中彰化南投晴石多雲 最低溫25度最高溫30度 雲林嘉義台南天氣也穩定 溫度是26度到30度 高雄屏東就更有熱的感覺了 最高溫在屏東有32度 至於在東半部偶爾會有短暫雨 溫度是24度到27度 最後來關心外島天氣也都相對穩定 溫度是17度到26度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 中文字幕——YK